哈喽的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悠悠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也是我的小小急救手册里面的其中一个单元 叫做手指被门夹到 哎呦 有没有听起来好痛的感觉 我个人是没有被门夹过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的确有 而且我还亲眼看见 哇那个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应该说是痛死了 手指的英文叫做finger finger finger就是手指的意思 如果你要说我的手指被门夹到了 英文是 My finger was slammed in a door My finger was slammed in a door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邀请阿辉来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哦 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手指被门夹到的事 哦好痛哦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呢 我的手就放在门的旁边 然后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来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觉得哦好凉快哦 结果下一秒钟 碰 我的手就被夹到了 我好痛 我一直尖叫一直哭 我痛死了 然后我同学就赶快去叫老师来 老师说 叫我试试看被夹到手指还能不能够伸直 能不能够弯曲 我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动哎 好险 我眼泪都流出来太痛了 但是竟然还可以动 表示没有伤得很严重 如果怀疑骨头断掉了 就照这样的方法 用瓦刃指固定 不要让受伤的指头弯曲 然后用绷带包扎好 再上医院看医生 阿一定要看医生哦 阿医生会用X光帮你检查骨头的情形 嘿你看 我的指头好像没有断掉 只有微微的裂开 噢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骨头好特别哦 医生问我说 我当时被夹到之后是什么反应 我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小朋友 如果你的手被门夹到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来告诉医生 我哭了不知道是几秒钟几分钟 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我的手感觉妈妈刺刺酸酸痛痛的 哦那种感觉真的不想要再有 小朋友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警告 哦不要警告你好了 这样你们会吓到 要给你们一个提醒 就是手不要放在门的旁边 窗户的旁边 或者是车门 现在车门也很危险 不要放在车门的旁边 如果你是要关车门的人 也要注意有没有人的手在车门 或是窗户旁边 或是门的旁边 你要注意 有的话就请那个人的手移开 再关起来 哦不不不 我纠正一下我自己 是请那个人的手移开 你确定他的手移开之后 门再关起来 好小朋友 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考试哦 请问 如果有人的手放在车门的旁边 你要关门你该怎么办 给你三秒钟 想一下 好答案是什么 对 要先请对方的手拿开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确定他的手移开以后 你再把门关上 对不对 阿辉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夹道实在太痛了 所以小朋友 今天听完一定要记得 手要放在对的地方啊 小朋友谢谢你们听我分享 希望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别的不要分享手被夹道了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 哇小朋友 你听到阿辉分享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 哇 手好痛哦 夹道的感觉 真的很痛耶 所以我们的手呢 尽量不要放在门或窗户 或者车门的旁边 那你在关门或是关窗户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人的手在那边 如果有 就一定要提醒他拿开 确定他拿开之后 再关上窗户或关上门 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咯 今天教的英文单字 手指 finger finger 我的手指被门夹到了 my finger was slammed in the door 小朋友 你都学会了吗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